来看看拥兵日记 12月3日 三只野猪 雪快要停了 那些家伙也闻到了气味 总在地面上蹭来蹭去 可不是个好兆头 得想办法处理一下 那个人拿什么喂他们 苹果 最好不要靠他们太近 那我靠过去我是不是就死了 这有空气墙 那没事了 我还以为会有一个 我过去就会死的剧情 这有空气墙卡着 我只想要把它抑制 涮开野猪 树枝 第二天 一天 哇 我只能过去 诶 我擦 没绷住 树枝磁铁 诶 磁铁 真的就是把这个苹果 这个磁铁的模型 换成苹果了 那声音都一样 是哪来的铁球 刚刚我怎么没看见 没有我去 单手扛野猪 佣兵也是个神人 理性讨论 这一段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追逐战 或者设计一个躲藏战 就比如有人正好在这边散步巡逻 然后傭兵需要卡视角 就拖一会儿躲一会儿 我感觉如果是在几年前 会这么设计 我记得早期的像什么园钉 医生日记都有这种桥 该去处理那个洞了 这都是 五六年前的场景了 前往深坑 有人来了 原来一狼头上去了 不是哥们 你这躲得也太 我靠 这怎么还有个路头 所以冒险家应该也是看到路头了 傭兵也看到路头了 然后路头其实一直在偷偷地在旁边观察他们 12月6日过了三天 那边就会疼得很大 猜测我发现了什么 绝对是冒险里的意外收获 什么 嘿 跟我玩个游戏 就告诉你们 不了 时候不早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嗯 可是 失踪的人还没找到 也许凶手正游荡在外 现在可不见得安全 对吗 奈布萨贝达先 被老帽 被魔术师戳穿了 那家伙可真傲慢 魔术家已看穿一切 大鱼山 小鱼山 你也妈妈的 什么意思 他这应该不会是真随级吧 小鱼等于三 大鱼山 还行 他应该是第一次 就是一定是三以下的 第二次一定是三以上的 只不过是在这个区间 随机出一个 又要重来一次 重新回到这里 简直下做了一场噩梦 麦克 玛格丽莎 明佩尔全 这野人写的日记吗 路人 野人日记 看来那个魔术师一直跟着我 和魔术师 我还以为这一章就这么玩了呢 和魔术师聊聊 这魔术师是不是想 把这个作为筹码敲诈一下 傭兵 你杀了那家伙 不是哥们 你这么勇敢吗 他一直都这么勇敢吗 他敢跟傭兵直接摊牌吗 游民不反手把他刀了 有魔术棒就是有 傭兵日记三 但目前人需要可怕的猜想 他是不是别人任务的一环 调查入户厅 一个控制法 有被撬开过的痕迹 柜子 被撬开过的橱柜 我不该把那本日记放在这里 那几个人 查看 从外面上了锁 不提醒我还忘了 这律师 律师 律师 的日记里好像是敲过 陷阱 这个地方 我记得是不是掉下过去的人的 这个地方 好像也是很早的 很早的时期的日记里面的桥栏 去餐厅看看 对 磁烂家从这里掉下去过 哇 这个真的要是 这主要是出太晚了 我靠 那些日记都太早了 我现在都只有一些模糊的印象 时钟停止的钟 这不是红蝶的面具吗 这个红蝶的面具是在埋伏笔吗 这不是我们医生的医药箱 前往户外调查 这不是户外吗 在哪呢 在这 前往户外调查 噢 野猪 把内脏都挖出来过了 这栋建筑里到处是别人留下的痕迹 但他们去哪了 他们已经吸内 游戏 入户厅 白天的调查还不够 也许该去问问他们 晚餐前采访是最佳时机 打探消息 今晚吃什么 抱歉 想着想着就是说出来了 我昨天拿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好奇杀死猫 抱歉我记不清了 请问只想吃饱 剩下的人呢 我说是在洗衣服吗 你在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在努力忍受这破烂的地方 忍受这些脏兮兮的衣服 当然是外面那只冰冻的猪 但即使我这样说了 你也并不会让我看看 对吧 奇怪的是 奇怪的是 没有什么比我的室友们更奇怪了 全身阴阳怪气 卧槽 这里都能忍呢 路人 奇怪的东西就是这个路人呗 路头 青蛙雕像 他这次怎么没提路头了 当时应该就傭兵跟冒险家看到过路头 我找到了 就是这个 日记 是人写下的记录 没错 但我想不出 这和我们的日记有什么关系 唉 待会又要写那个麻烦的东西了 前锋这个模型 有点搞笑 说说话 记录 难道 masaka 每个人的到来都不是一玩 这桩阵队一定存在不是人的东西 这东西暗中控制的我们 收集大量的解决机 收集样本 卧槽 傭兵这个另一面 感觉有点酷 把最后一个作案看看 母亲告诉我 猎物者同样比猎物的体型更大更强更凶狠 但在某些状况下也例外 我都干了什么 我 我不是故意的 够了 不解决它 你也会遭遇危险 这不是跟你说的吗 可是我 小声点 这里不止我们 这东西好傻 什么意思 我去经历一下 天亮后去寻找离开的办法 对不起 我什么都没帮上 我 我去静一静 这是魔术师吗 魔术师被处理掉了 但是魔术师他一直在傭兵雷区蹦迪 我靠 那为什么傭兵不杀这个前锋呢 是因为这个前锋比较傻吗 所以傭兵觉得他没有处理的必要 所以说他就不杀这个前锋 灯灯咚 又要紧张 紧张刺激的追逐战要来了吗 是那个路人 怎么回事 我还是等一会才能进柜子吗 他还开柜子 前往EF里 完了 还在哪儿 还在哪儿 直接冲就行了是吧 行 冲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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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是卧槽 诶 冲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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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刺冲刺冲刺 等他离开后再把东西搬出去 是不是心跳结束之后我才能出去 OK走啦 OK走啦 他人呢 蛤 不是走这边 那户还是在哪 户还是在哪来着 忘了 时间一到就会 那再看一遍处决动画吧 没有处决动画 就是路头拎这个刀过来 确实还设计个有意思的处决动画就好了 他这个是看不到路头人行的 就是时间一到就给你直接处决了 这么远就可以点了 卧了个 日记就到这里 但后半段被路人追逐的记录 看出来并不是出自日记的主人 路人又是怎样的存在呢 哇他这个日记 发现没有 这个佣兵的另一面 这个皮肤 他是优化过的来 这个脸型 不是毛豆脸了 黑皮佣兵 再鉴赏一下 哦他这好像不是优化成 他这是优化了吗 脸型 是瘦了之后的 还是单纯是因为他这个两边的阴影 就 看起来 看起来像是脸改了 其实没改 应该是改了 应该是改了脸型 油画过的 黑冰 优兵 优兵应该没死吧 最后日记结尾 就是他 往后倒了一下 然后就结束了 就结束了